甚至都能够理解为 其实如今你能够非常淡定地 坐在这里谈及以前的一切 我感觉你的眼泪 是应该已经流干了 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 特别爱哭的人 我泪点特别低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的这个经历 当时在武汉有一段工作经历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然后其中有一个课程 是跟心理学相关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遇到了我的心理老师 然后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就是我现在对之前的很多过往 我可能比较释然吧 所以说就是情感上没有太触及 刚才你说 其实你在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情感无处表达 无处安放 对 文字工作者 他的感性 底下文字的这样的一些情感 一定是跟他的成长经历会有关系 对 我觉得你的无处表达的情感 很有可能付诸于作品 是的 我经常写东西 从最开始的 QQ空间的文档 到后来 博客 然后再后来微博 再后来有很多记事本 就是会写出来的 你运营的那个公众号 文章的阅读量 有多少破十万 没有 有破万的吗 有过破万 现在眼前的这个PPT是其中文章里的一段话 即便一抹不起眼的小草也能够呈现出生命崇高的姿态 池房创作的原点是对花草木的感动 对你写的 对 这个是茶 关于茶的 绿茶以当年新鲜的最好 入口便想起从前那个少年 红茶大概是新婚少妇 亲熟中还保留着少女的矜持 盐茶像大观园 口感丰富的如百花争宴 熟谱需储存上十年 茶汤里喝出的岁月痕迹 仿佛行至暮年的老者 刚才所展现出来的 是你对于一件事物的描述 也就是说它具备一定的商业文案功能性 对 你有意向企业吗 深福 为什么是深福呢 因为其实我之前更向往的企业是跟就是传媒相关的 但是就是后来因为最近一直在就是翻看菲尼莫属之前的一些片段 然后我觉得陈总的故事让我很感动 然后而且我了解深福我觉得是一个朝气蓬勃 并且很有发展的一个企业 他说了些什么话让你感觉到深福是你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他之前在国外上学的经历 当时他说那段经历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泪点很低 然后我每次就看到别人哭我就会哭 然后就是很特别感动 然后就觉得很多人成功可能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觉得陈总的成功是他经历过人生的低谷 然后触底反弹之后的成功 然后会更加让我钦佩 然后会更加让我钦佩